卡槽只有一个魔方者 而这一关的名字叫开局魔方者 那看来这一关是赌运气的关卡呀 那咱们就来测试一下我的运气 哎 怎么还是魔方者啊 这魔方者搞什么鬼啊 魔方者变魔方者变魔方者吗 那这一关怎么玩啊 咱们看一下这一关什么情况 巨人僵尸 怎么还有气球僵尸啊 二爷 哎 这一关好像全是精英僵尸 哦 有一个窩瓜僵尸 那我明白怎么开局了 还有一个小鬼僵尸是吧 我记住了 那开局的方法就是 魔方者给窩瓜僵尸压呗 哎 这变身茄子什么回事啊 700多万秒啊 700多万秒是多少个小时啊 应该说是多少天啊 来 咱们先看看能拿到什么植物 压一下 哇 怎么还是魔方者啊 这一关是魔方者 他爷爷的奶奶的爷爷设计的吧 这魔方者现在好歹不会崩溃了啊 咱们变一下 来了一个双发射手 我去我干嘛不变在第五路呢 第五路有个小鬼僵尸啊 那这个机枪僵尸的话就没了呀 咱们再看一遍阵容啊 你看双发能打的僵尸根本就没几个 好吧 除了五路的小鬼僵尸开局容易一点 其他僵尸好像开局都挺难的 咱们呢 直接把魔方者用一下暂停啊 直接把魔方者放在窝瓜僵尸的脚下 怎么又是魔方者呀 什么情况呀 这一关不会只掉魔方者吧 你爷 哎 这个猫威草来的好啊 兄弟们 无名把猫威草死士级加强 已经没有僵尸是我们猫威草的对手了 那咱们先拿气球僵尸开局 又是魔方者 那铁定了啊 这一关只掉魔方者 我不管你掉什么 只要我有猫威草 我就打遍天下 无敌手 那咱们就一个一个的来 哟 这里砸到了一个宝库伤僵尸 无所屌尸啊 只要他不来小水僵尸 把咱们罐子全都炸开 基本上是没什么问题的 有本事出我来 你大姨妈的二姑父的三叔哥 不过没事咱们有玉米加弄炮也还行 但是后面这个戴灯二爷怎么办呢 还有黑大爷 这时候如果来个毁灭姑呢 我去前面还有冰车 糟了糟了糟了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这把就要出意外了 冰车我们还是打得死的 看看冰车能不能拯救一下 来个毁灭姑呗 但是好像来啥都没有了 就算来毁灭姑 这个戴灯二爷我们也处理不了啊 立马好不容易拿到个猫尾草怎么出现这么个事啊 这个确实有点倒霉 哎呀 辣椒没注意来了一个灰烬啊 不过这后续的火球还是可以开局成功的 看上变什么植物吧 哎呀 这没了呀 杀掉过 行吧 那咱们就正式开始第二把了啊 来这下咱们留个心眼啊 变完之后呢 咱们高级暂停一下 哎果然是辣椒 看得没 我看一下啊 呃 这留了一个罐子是巨人僵尸 我看看咋不咋 咋吧 来吧 这么多植物怕什么呢 是吧 随便变一个植物都能打死的破巨人 什么路灯花 什么路灯花 给我来个好植物呗 哎呀 胆小姑 胆小姑好像打不过呀 我丢立马这把不算 你非要猪哥拿出三把避过地率还是怎么的 来咱们接着变一个啊 这把一定要来一个猫威草哦 有猫威草咱们就赢了 哎 玉米加龙炮好像也行啊兄弟们 那玉米加龙炮咱们直接把前面三个给炸了 撑干撑干小鬼 OK 又来三个 咱们先看看这三个能变出什么好植物 即使变不出来也无所谓 咱们玉米加龙炮可以打变天下无敌手了 还行 这玩意儿咱们可以先炸着 咱们可以等一下玉米加龙炮的冷却时间 先把五路给炸了 五路除了巨人僵尸都是小僵尸 这个巨人僵尸咱们先不管它 变了两个南瓜头 一个没无辜 我去还有一个猫威草 猫威草加上玉米炮 神仙来了也逃不掉啊 这一把 那我要开始大杀特杀了兄弟们 一路一路都打 这一把千万不能慌了 五王路障死了之后 还能变出四个小弟 四个小弟分别就是 一二三四 我去又来一个猫威草 双猫配上加龙炮 佛祖看了都想笑 这一把 稳了 从哪里跌倒 就要从哪里爬起来 这次加龙炮是什么回事 二爷 出来呗 你除了只会骂人 一无是处 拿着你这个破刀 下不谁呢 以前咱们猫威草 是很怕二爷的 因为猫威草的子弹 追不上二爷 但今时 不同往日 从哪里跌倒 就要从哪里爬起来 所以 带上你的狗铁桶 出来吧 又是绿帽铁桶 这下我每一条路 都有防御植物 这一把 你还能把我搞输的话 那我以后 见一次绿帽铁桶 我喊一次绿帽爷爷 哼 小丑僵尸 似曾相识 没开二度 可惜 你打错了 算盘 那这个红眼巨人僵尸 干掉之后呢 基本上就要完结傻瓜了 哦 不对 五路还有一个巨人僵尸 但这个巨人僵尸 我都不用你丢小鬼了 直接给爷死 然后现在就是一路的三个罐子 这三个罐子 基本上不用打了 那咱们就 完结傻瓜